玉兔颱風的外圍環流影響 所以在我們沿海地區有些長浪的發生了 所以才看到這個玉兔的路徑前世的預報圖 可以發現它是一路是會往西的方向前進 雖然它目前在俄羅安兵的東南東方的1180公里处 距離台灣還是有一點點距離的喔 但是它由於是強台的關係 所以它的半徑是達到了7級的280公里左右 目前看來玉兔颱風卡克的預示預報圖可能會一路往西 如果它經過了菲律賓的北方海面到達了南海這一邊 它的外圍環流就有可能會影響到台灣囉 雖然不會出路 但是像是東半部地區可能就會開始下起一些的雨勢了 雖然還有其他國家會預估它可能會再往北轉 但是機率相較來講是比較低一點點的 目前的氣象值還在持續的觀測當中 所以接下來馬上來看到 我們今天的全台灣的天氣狀況會是如何 其實可以看到我們這個全台灣都是多雲稻情的好天氣 但是也有受到這個東北季風的影響 所以今天的低溫會相較於昨天會來 大概低溫再降個兩三度左右 像在台北地區這邊高溫只會來到27度左右 而中南部高溫是稍微高了一點點 可以來到30到31度 至於東北部還有東部地區則是也會來到了高溫26到28度 但是會有一些短暫降雨可能有10%的降雨機率 但是同樣的外島地區也是多雲稻情的好天氣 降雨機率0% 沒有降雨的機會 而且高溫也可以來到23到26度左右 但是除此之外還要提醒一下各位觀眾朋友 中南部的山區在午後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些局部的短暫降雨 所以看完了天氣 馬上來看到我們空氣品質會是如何 像是受到這個東北季風的影響 其實在昨天就已經發現 這個空氣品質有出現了核爆 就是對於這所有族群都相當的不健康 而且是有危害的 而今天像這個監測圖可以看到 目前像是南部地區已經是橘色提醒了 主要都是受到這個東北季風的影響 下風處可能都會有些污染物的堆積 所以像是紅色提醒 今天就是特別針對了雲嘉南還有高屏地區 而橘色提醒的話則是 馬蘇 金門還有澎湖的外島 所以提醒各位觀眾朋友 雖然目前天氣轉涼 如果您是鼻子比較不好的 可能一早起床就會打噴嚏嘛 但是中南部的觀眾朋友 出門還是要戴一下口罩 會對你的氣管會比較好一些些 除此之外再來看到北部的未來一周的溫度趨勢圖 可以看到其實普遍來說一直到禮拜二之前 高溫都可以來到25度左右 但是由禮拜二的時候又有一波新的東北風南下囉 雖然它是一個比較冷的空氣而且比較乾 所以呢但是又有這個玉兔颱風的外圍環流影響 所以到禮拜三有可能會受到這個共半效應 開始有一些北部跟東半部的地區會開始降雨囉 而且呢低溫也會來到21度 所以相較來說 早晚的溫差比較不會來的那麼大 都是稍微偏涼一點點囉 大約照19到21度左右 而且會有點感覺到比較溼涼一點點 不過相較於北部地區 像是南部它對於這個東北季風的影響 就比較少了一些些 所以呢像是南部的未來的一周溫度趨勢圖 可以看得到高溫都可以來到30度左右 只不過到禮拜三也是受到這個玉兔颱風 還有這個東北季風的影響 可能天氣會轉變為陰天的天氣 但是呢在這禮拜二之前 溫差都還是蠻大的喔 像是從禮拜日到禮拜一 高溫的溫差可能都會有來到10度左右 到禮拜二的時候 溫差可能是稍微來到有7度 所以提醒各位觀眾朋友 未來這一整個的天氣 都是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像是迎風面的北部 還有東半部地區 可能就有些局部的短暫降雨 而中南部的觀眾朋友 就要小心這個早晚溫差比較大 要記得戴一件外套 不要讓自己照亮囉 以上的天氣資訊提供給您